深水埗发生伤人案,三人受伤送院 其中一个56岁男子头部受伤 包扎之后坐在路边,之后被送上救护车 现场是南昌街44A号地下,一间建筑材料公司 夜晚9点多,三个男人在店铺内争执 其中一个32岁男子用砖头,袭击店内两名男子 分别头和面部受伤 警方接报到场,发现三个人受伤 需要送院治理 其中一个男人涉嫌商人被捕